第十一章 搬山弟子 上一集說到米半城 他落到心坑之後 一直都沒有上來 小米見到坑底的那端的那根繩 拉了上來之後 兇哩哩 什麼都沒有 他那顆心 慢慢地沉下來了 他眼睛睛地看著那條繩 過了很久很久之後 他忽然間 扑到流沙之上 口中就大喊 阿爺阿爺 他一邊大喊 一邊用手 用力地挖個黃沙 老明星就連忙走上去 把小米抱起來 小米在掙扎 眼淚瞬間也流下來 我要找阿爺 阿爺還在下面 我要找阿爺 老明星也連忙安慰他 好了 你乖了 不要再哭了 你爺他不會有事的 你放心吧 小米姑娘 但是小米 他還在大聲哭 阿爺阿爺 阿爺 阿爺 他怎麼會沒事 你看看 這裡都已經 那個坑已經不見了 阿爺 他會不會死了 他還在一邊哭 一邊掙扎 要下去挖那個流沙 忽然之間 小米他不再掙扎了 原來那條繩 在這裡動了一下 小米撐大眼看著那條繩 過了一會兒 那條繩又動了一下 這一次就連那顆石棍 都被這條繩 扯到動了半米之遠 老明星 他見到小米不再掙扎了 他心裡就好奇 轉過頭來看 接著 老明星 他都見到 那條繩 在這裡仿動 似乎 長繩的下面 流沙之中 有什麼在不停地仿著這條繩 接著 這條繩 兩側的流沙 就紛紛跌落了 一會兒功夫 那個沙眼心坑 又一次出現在兩個人的眼前 老明星 就連忙拉著小米 躲到一邊 只見到這個心坑 扛山到兩米左右 才慢慢停止 接著 在沙眼之中 一個龐大的身影 就從下面 一躍而起了 小米 就一聲驚呼阿爺 在大喜之下 他剛才走過去 忽然間他想到了 自己阿爺 是很瘦的 但是現在這個身材是很高大 一想到這裏 小米 他就停著腳步了 他撐大雙眼一看 就是看到那個人 已經躍到地面之上了 他雙腳踏在流沙之上 一隻手 還押著那根繩的一端 那對虎目呢 在那裡 硬硬硬地看著老明星和小米 從沙眼心坑之中 約上來的 居然是一個 健眉虎目的 十八九歲的年輕人 見到這一幕 小米就傻了 阿爺米半城沒有上來 上來的 居然是一個年輕的男子 老明星和小米 看著這個年輕人 而這個年輕人 也都看著老明星和小米 過了一陣之後 這個男仔和老明星 兩人同時開口 說你是誰 就是這樣 你看著我 我看著你 過了一陣 這個年輕人他才說 蛤 想不到沙漠還有人 你們兩個來這裡做什麼 老明星呢 他就笑著說了 我們來這裡做什麼 那你呢 你又來這裡做什麼 這個男子呢 他就輕狠地一聲說了 哼 當然是你們才回答我 是我才問你們的 老明星呢 他就笑著說了 他說 憑什麼要我們才說 這個男子 他聽到老明星這樣說 他就摸了一下自己的鼻子 想著一陣子 才對老明星說了 好 那我先說 不過 我說了之後 你們要幫我一個忙 老明星呢 就毫不猶豫地 一口就答應了 這個男仔 看到老明星 答應得這麼乾脆 他反而有點遲疑了 因為他覺得 老明星不會這麼好心 而老明星呢 就笑著說了 做什麼啊 你不相信我啊 這個男仔 他居然點點頭啊 老明星也都微微一笑 伸著一隻手 將那條長繩 從這個男仔的手裡面 扯了過來 然後用力一拉 他那隻獨臂 竟然將這個巨型的石棍 拉開了半尺左右 這個年輕的男子呢 他看得目瞪口呆 簡直 他不相信自己對眼 隨後 他就走到石棍的面前 伸出對手 在石棍的上面 用力一推 他用兩隻手 也都將石棍 向前移動了 二十公分 但是 這樣的比較之下 這個男仔 顯然是沒有老明星的力氣大 這個時候 這個男仔才心服口服 他放下手 來到老明星的面前 他伸出手 摸了一下老明星的毒鼻 面上露出了羨慕知識 這位哥哥 你的力氣真的很大 老明星呢 也微微一笑 老明星就說了 一般般 是啊 你叫什麼名字 這個年輕人 他聽到老明星問自己的名字 他居然有點不好意思起來了 他伸出手 又摸一下自己的鼻子 奇奇一笑說了 哈哈 我叫黃大力 老明星 心裡變得好笑了 他現在才明白 這個年輕人 為什麼不好意思 趕自己的名字 隨後 老明星 都伸出手 老明星就說了 大力哥 你好啊 黃大力 他聽到老明星這樣叫他 他就面子一紅了 他就說 啊 我這個大力哥是沒有牌的 你才是大哥啊 老明星 就想繼續問他了 但是站在一旁的小米 他就扯了一下老明星的手 好著急地這樣說 老 老大哥 你好不可以和我一起去找我爺啊 我爺他現在還下落不明啊 他說完 用鬼死可憐的眼神 看著老明星 老明星就笑著說了 小米姑娘啊 你不用急的 你看一下這個大力哥 都沒事 你爺這麼厲害 本事這麼大 更加不會有事的 小米他聽到老明星這樣說 他緊張的情緒 才稍微鬆弛了一點 黃大力呢 就奇怪地問了 這位妹妹啊 你爺爺都在魔鬼城那裡啊 老明星看著黃大力 他就點點頭了 他就說 這個小米姑娘的爺 現在應該就在下面 大力哥啊 你剛才有沒有見到啊 黃大力呢 就連望搖頭說了 我?我沒見到啊 剛才 我一直在下面的 後來 我又聽到上面的風聲不對 我就一路跟過來了 見到這根長繩 我就是這樣扯了一下 這條長繩兩側的流沙 就流了下來 露出了這個沙眼 就是這樣 我才回到上來 上來想看看是怎麼回事 黃大力呢 他停動了一下 看了一下 老明星又繼續說了 欸 這位哥哥啊 你就不要叫我黃大力了 你叫我的名字 或者大力兄弟就可以了 老明星 他聽到黃大力這樣說 就點點頭了 他又繼續問 大力兄弟啊 你來這裡 是不是為了這個魔鬼城啊 誰知道這個黃大力 他一點都不隱瞞 他點點頭就說了 是啊 我就是為了這個啊 這位哥哥 你們是哪處來的啊 還有啊 我還不是請教你們兩位 高姓大名啊 老明星 他看了一眼小米 才慢慢地說了 他就說 我姓老 叫做老明星 這位呢 是小米姑娘 黃大力又打亮了兩個人一眼 才又問了 你們兩位也是為了這個魔鬼城而來啊 老明星也慢慢地點點頭了 他心裡在想 想不到這個魔鬼城下面那樣東西 居然有這麼多人都掛著 他心裡邊 對魔鬼城下面的那樣東西 又學求多了幾分了 老明星呢 他看著黃大力就笑著說了 這位大力兄弟啊 我看你的格勢 你也是練武的啊 黃大力遲了一陣 才對著老明星說 哈哈 這位哥哥啊 實在相瞞啊 我是硬當山梯雲谷的人啊 硬當山梯雲谷這四個字一出來 老明星就心頭一陣了 因為硬當山梯雲谷是鼎鼎有名的搬山子弟 好了 第十一章就講完了 這個黃大力是搬山子弟 他是 第十二章 道墓門下 上一集講到啊 黃大力他竟然是鼎鼎大名的搬山弟子 天下五行八行 其中有一門功夫了 就不讓世人看好了 這一門功夫就是賭豆摩金 講白了就是道墓 那些尋常人家 經常會聚集幾個爛仔流亡 然後他們找到那些毛主的孤墳 將它們挖開 拿了棺材的東西出來 這個就叫做挖墳了 而那些道墓中人呢 就不會這樣做 道墓中人一般都會去那些深山野嶺之中 在那些龍蜜苦液裡面 用天星定位之術 找到深山大宅之中的龍流寶典 然後就挖個道洞下去 或者是用羅盆喊七道 帝靈黃霧的虛位 從虛位入手入到其中 總而言之 他們用種種手段 入到帝靈黃霧之中 將入邊的密器、珍稀之物 一一取走 這種道墓中人呢 就是下五門之中 最為人所不似的賭豆摩金 賭豆摩金雖然在下五門之中 作為一門中派存在 但其實深究起來 就分為四大之鞋了 道墓中經常會說 遇嶺搬山、憤憂摩金 遇嶺就是四大之鞋中的遇嶺將軍 搬山就是四大之鞋中的搬山道人 而其他兩門就是分憂寧觀、摩金後衛 顏蕩山、梯雲谷就是其中 搬山道人所住的地方 道墓四大門派之中 摩金後衛和分憂寧觀 都是人丁希樂 弟子少之又少 只有遇嶺將軍和搬山道人 就是人多世眾了 遇嶺將軍經常住在西南一處的偏僻之地 燒墜山林 他門下的弟子分佈在各省之中 建立分陀 就像丐幫的分陀弟子一樣 日常見到他們和普通人沒有兩樣 遇到的時候他們經常用黑話來聊天 外面的人聽到都會覺得莫名其妙 是聽不明白 搬山弟子就是隱居在岩蕩山梯雲谷裡 谷口經常張起覆蓋的 普通人根本進不去 谷中的搬山弟子進出的時候 都會有一處密度進出的 搬山弟子出來都是三五成群 結伴而來的 好像今天好像王大力一樣 獨自一個人出來是第一次見到 老明星他身為缺一門門下的弟子 行走江湖之仔 也偶爾會遇到一些搬山派的弟子 但是他從來沒有和這些人打交道 現在他聽說眼前這個苦頭苦老的年輕人 自稱是搬山派的弟子 他不由地大吃一驚 老明星就心想了 他說魔鬼城下 都沒有聽說過有什麼鼓舞 難道說自己要進去那個地方 那個傳說之中的密室 和寧霧都有些關係 老明星想到這裡 他就目光閃動 他看著王大力就慢慢地說 他就說了 王兄弟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這次來山派的目的 我知道了長程之後 我都可以幫一下你 王大力看著老明星 他遲了一會才笑著說 他就說了 這個字形沒問題 我剛剛要請老大哥幫忙 他說完話 王大力的目光 又瞄了一下老明星的獨臂 他又笑著說了 其實我剛才還有些擔心 但現在我就一點都不擔心了 老明星也暗暗頭說 其實我們在這個沙漠之中遇到了 也是我們有緣分 這個網肯定要幫的 剛才說到這裡 他們三個人就同時聽到 那個沙眼心坑那裡 傳來了一聲門亨 這一聲門亨聲 是一個男生發出來的 小米他聽到這一聲門亨聲 他立即就緊張起來了 他連忙看向老明星說 老大哥 我們不如先找我爺先 找到我爺 再說這些都不像 老明星也點點頭 他隨即就對王大力說 大力兄弟 你在前面帶路 要幫什麼手的話 我們先找到這位小米爺才說 王大力也點點頭 看著那條長繩笑著說 看來我們還是要借助這條繩 說著話 他把那條繩拿出來 走到沙眼心坑那裡 一伸出手 把長繩就掉了下去 隨後王大力抬起頭 對小米和老明星說 老大哥呀 小米 我先下去先 你們跟著就來 說完 他就縱身而下了 一眨眼的功夫 就消失在沙眼心坑之中 慢慢黃沙之上 這個時候 只剩下小米和老明星兩個人 小米看著地面上的沙眼深刻 他吞了一口口水 其實他心裡很害怕 但是 他還是鼓起了勇氣 走到長繩那裡 伸手捉著長繩慢慢地滑下去 在這個小女兒的心目中 阿爺的安危比什麼都重要 老明星見到他這樣 眼裡露出了一絲讚賞 然後老明星對手 也抓住那條長繩 也滑下去 老明星的腳 剛剛就踏到地面 他剛剛想拿出手電 忽然間 他就聽到身邊的王大力 小小聲地跟他說 老大哥 你看看那處是什麼 老明星還沒反應過來 然後 就有一隻魷魚無骨的小手 在黑暗之中伸過來 一把就抓住老明星的一隻獨臂 老明星立即反應過來了 這隻小小手 是小米的 老明星覺得小米的小小手 冰冰冷冷還在發抖 老明星應該按毛掌的小聲地安慰他 小米姑娘,你不要害怕,有我在嗎? 說完之後,老明星就抬起眼向前看去 過了十幾秒之後,老明星已經慢慢適應 下面沙眼心坑之中的黑暗 抬頭看過去,只看到心坑下面是一座廢墟城堡 而自己和小米王大力現在所持的位置 是這個城堡的街道中央 這個街道四通發達,每一個方向都是黑暗的一片 三個人的身前是一片流沙 流沙之上是兩行深深的腳印 從遠處一直延伸到三個人的眼前 王大力一隻手伸出來,只向南方 只見南面的通道之中,居然亮起了一盞碧油油的燈光 這盞碧油油的燈光在黑暗之中顯得很突出 老明星就心想,他就說這個地下廢墟顯然是魔鬼城 但是這盞碧油又是甚麼來的? 碧油的距離太近了,所以就看不出是甚麼來的 也在這個時候,他們也聽到南方的碧油之處 又傳來了一聲男生的悶痕聲 從這一聲悶痕聲來判斷 這個男生好像受了很重的傷 而老明星,王大力和小米他們三個人 聽到這一聲悶痕聲之後 他們三個人不知道為甚麼 忽然間都緊張了起來 好了,第十二章就說完了 我知道了一點 再次用來自抱石頭的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